Hello,大家好 又是我帮你们捐通捐下限钱的限价人 如果你没看到我上一集 选这个Curic咖啡机 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如果你看了之后 我就跟你谈一下 我究竟买了哪一部 由于本人是喝咖啡的错过 我就不会喝一些太浓烈的咖啡 所以在我选这个咖啡机之前 我就觉得 Latte Cappuccino 是我的首选 因为多点奶 没有那么重的咖啡味 我觉得好喝点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部 Curic的KCafe Essential 在Walmart买179.97 但不好意思 当我买的时候 他在做rollback 是89元 所以我用了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特价 但我相信 等多一段时间他都会做特价 虽然收拾得很便宜 但是 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的 就由我收到第一盒 Curic 记住是第一盒 Curic的 包裹讲起了 当我第一盒收到的时候 试试正正正的 你看这个盒 都是Curic原厂的 没死啦 应该是没人开过 没人开过 没人成的 在包装方面 我有个surprise 我就是 这么漂亮的 Curic原厂的盒 而里面 正正正就是 刚刚那盒的尺寸 你看这个盒子 热度 热度也热不出来 好了 终于热度出来了 真是很期待 喝点正的咖啡 我选的这个咖啡机 叫K Cafe Essentials 它呢 就会包裹了一个 Milforker 用来做什么的 就是用来将你的奶 打成泡 使用你可以加进去做Latte 或者做Cappuccino 那 当然啦 你可以分开买的 但是我觉得 买一整个系列来说 一套帅子 好了 打开箱 看看它怎样 一开了 就中间有一个纸盒 看看什么 Currect 原厂 还有保用证 中间的纸盒是什么呢 让我开来看看 原来就是个Foffer 这个Foffer 就是靠中间这个旋转的东西 去打起泡 哇 生畜的包装 接着呢 就拿起一张卡纸 可以拿个咖啡机出来 来的 现在通常这些包装 都不再用法泡胶了 环保问题 这一个就是放杯的位置 它有个 座可以拆开的 如果你的杯够高 就可以拆开它 不然 放一杯上去 就刚好 左手边这个 就是储水箱 你可以 储存 差不多 三四杯的 水 都可以 这样就不需要下下加水 Milfrocker 可以插在 左手面这个位置 它没有特定一个位置 你可以转都可以 当然 转到外面 就最好 储水器 可以拿起装水 然后放进去 当然 你要插好一点 不然 它有安宁就说 弄坏 当然 稳稳妥妥 插实 好了 什么都准备好了 准备开机 咦 没声 什么事 说明书说 关了盖之后 就有灯 为什么没有灯 按是有灯 但是又不动 什么事都没有 搞什么鬼呀 好 冷静点 一定 不是机问题 让我重新再来 开盖 删盖 按按键 无料到 什么树干 那我就立刻拿了发票出来 看看 call support 唯有 看看是不是我做错事 Support跟我 go through 所有 steps 就告诉我 我只知道 这部东西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 拿回去 Seller 跟他说 那 我唯有 出招 refund 那我就拿一部机 去highway7 那家wallmark 退回去 告诉他 那部机是坏的 过程相当顺畅 没有问题 所以 在wallmark 买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有什么不妥 拿refund 他不会有什么难阻你 如果你去 online 买 或者是 不知什么 湿星店 买 可能就没那么顺畅 刚好他又有同一款机 价钱还是一样 那我就不想了 马上买一部 顶当 好了 又做同样的动作 就是开箱了 程序一样 我熟手的 开过嘛 搞了一轮 终于搞定了 好 紧张 插电 咦 都是没有灯 不是那么斜门 没理由的 等我跟着的程序 一开盖 咦 有灯了 有点眉目 你看到这里 就是 JK级的位 我这只呢 就是传统式的 就一枝针的 所以上一个洞 下面一个洞 新式叫multi stream 他就是上面有五个洞 下面一个洞 他说会好味点 好 我放一只杯上去 试试dry run一次 零零星星 关上的盖 跟着程序 咦 热灯 按键 咦 有水出了 来了 这次似无似样 开始有点热水 少少的出来 慢慢就好像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这次按就是按8盎司 即是说他会有差不多 多大半杯水 就放出来 哇 你看这些水很热的 新的机买回来 一定要清洗干净 因为你不知道他里面有些什么 用清水 dry run 一次两次 洗到里面 所有那些 不好的物质 冲出来 那就最好了 8盎司都挺大杯的 你看 热热的水 好了 这部咖啡机的第1次 终于搞定了 看看出来的杯水 正如刚才所说 它是有些杂质的 伸促的东西 有些不好的 你看 有些这样的胶 也有的 所以 第一杯 两杯 千万不要用来喝 好了 再拿杯 再做多一次 清洗多一次 开了个盖 再 关上一盖 灯 灯 闪闪闪闪闪闪 可以选一杯 8盎司 又再来个洗一次 好了 看看清洁完第2次的效果 咦 没什么杂质 应该可以作他第1次的咖啡葱 我特意买这部机 有一个milforker 在这里 当然试玩一下 首先我拿 2%的skimil 进去 看看如何 看到杯子 有两个黑度 下面的黑度 低一点的 就是 Latte 而高一点的 就是 Cappuccino 我现在倒在Latte的高度 然后 放入基础 灯会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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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第1次打泡 好 准备 按按 好 我听到旋转的声音了 它已经在打泡了 你看 呜 他打泡大概分两个钟 視乎你是Late還是Cappuccino Cappuccino就會長一點,因為多一點奶 開蓋看看 一開蓋,你看到泡 哇,多順滑 真的很漂亮 這個打泡機的特色 就是它打完泡是暖的 熱熱的,暖暖的 加進咖啡裡就剛剛好 哇,你看那些奶泡 真的完全做到Cappuccino那種泡 正 把泡和奶倒進杯裡 奶就倒進去 泡就要用匙羹幫忙才行 你看,它的質感 真的整個Cappuccino的形態出來了 不要浪費了,用匙羹刮出來 看看用Tim Holland的Dark Bros 放進去很簡單 一開蓋,Zoom 關上蓋 關上蓋 關的時候,你要確定它是按實的 你會聽到吸一聲,這樣就關好了 旁邊的燈閃起 就是可以準備整的 因為Cappuccino 所以我要用這個特別的按鈕 它就會給一些濃一點的咖啡 就不會滿捨 完了,都是大概四分一杯 是時候把兩杯東西倒在一起 我先拿一些咖啡 向著那些 Milk Fokker做出來的奶 倒進去 畢竟是第一次 做得不好不要緊 拉花還可以 用匙羹拌勻 你看看 哇,真是整杯Cappuccino出來了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不同味道的Coffee Enhancer 你家裡自己試不同的味道 都挺過癮的 做完咖啡之後 我們可以開去看看 K cup 變成怎樣的模樣 你看到K cup 小心熱 因為剛剛做完 很燙手 滾水 它就有一個孔在上面 而下面也是一個孔 它就是靠熱水撞入咖啡 然後下面流出來 去釀製咖啡 接著呢 我就試一下 做一杯 瓶子果仁的Latte 看看 是不是這麼難的 我會用一半的奶 一半的Coffee Enhancer 那就不用加糖 它已經甜了 它這個打泡器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那個Mark 是很難看的 你沒有燈 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知道 它是有一個凸出來的 所以你就要 就對了的位置 才可以看得到 好了 我用一支Coffee Enhancer 先確定它的味道 不會在一起 然後呢 就倒差不多一半的份量 下去 去到Latte的位置 那裡 準備好的時候 很簡單 放上去 關上的蓋 按著掣 Fogger 就自己動了 在它正在發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咖啡 這個Coffee 就這樣放進去 就可以了 我這次用的就是 Tim Haunton的Dark Rose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關上蓋 按一聲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旁邊 燈就閃閃閃閃 記得我們用Short這個按鈕 因為我們用Milfogger做奶 按了的時候 它就啟了一眼燈 但是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機 它只可以同時間一片操作 左手面的Fogger還沒完 的時候 它就 會亮到右手面那邊 所以我唯有就是等 Milfogger熄了燈 右手面這個咖啡機 開始亮了 你看到咖啡已經流出來了 這部機器都OK的 就循序前進 做完一步就一步 那當然啦 你心急的時候 可以分開來買 買一個咖啡機 那個發彈器 不是發彈器 發泡器 就另外再買 那你就可以同時間使用了 不過有時候想 你喝咖啡 都是想休閒這樣去享受一下 這麼急做什麼 你又不是做生意 是不是 好了 做完之後看一杯咖啡 真的很少分量 很短 不是一整杯 我們就可以把泡倒進去 由於這次是第一次沖 我就不知道夠不夠甜 所以我先嘗試加些糖 先 因為怕不溶 雖然也夠熱 先加些糖 先嘗試吧 好了 準備加上泡 看看泡 嗯 質感不錯 好 讓我嘗試倒進去 首先 奶要衝出來 因為是奶 所以多些奶 而泡是比較少的 你看到我倒完奶之後 上面就有泡出來了 泡比較稀少少 但是都需要用的匙羹 把它塗進去 因為它都會黏在氣面上 就是這樣 一杯瓶子 咦 味道的latté 就完成了 嘩 這個杯大了一點 但是看起來 顏色都挺正 味道方面 我覺得一半奶一半咖啡 就剛剛好 不用加糖 清洗方面都相當簡單 你看到泡就黏住了 你只要用水 洗一下它 搓一下它 倒了泡 這樣就完成了 最重要 不要讓水到尾部 因為它有電子 就是這個位置 千萬不要碰 總括來說 我對於這個機器 是相當滿意的 除了一開始 又送了壞機來 有些不愉快之外 一般來說 我覺得每一個報酬 我都很開心 當然 它的品質有沒有保證 我就不敢說 但是我相信它的品質OK 它一年保養 求神拜佛 希望它一年兩年三年四年都沒事 那就好了 記住 用這些咖啡機 每隔一段時間 你就要 descale一下 等於清洗 明天內 已經說了什麼程序 在這裡 我就不和大家再分享 我想這次開箱 到現在為止 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事 想和我聊一下 可以在下面留言說一說 歡迎你繼續去留言 歡迎我們頻道 如果還未訂閱 請訂閱 點讚 和留言 我是省家人 再見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